在12月中,我的太太最终放弃而离开我们 在2020年12月,蒋天龙全家都被新冠病毒感染 命令死亡,我们开始要重新评估我们的生命 蒋天龙一家人都未有接种疫苗的机会 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很可怕 我们开始重视围绕在身边的人 都没有机会对所有亲朋好友说再见 我们开始欣赏所有的承诺 没有时间去拥抱和说爱他们 需要回顾及检讨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 怎样可以令生活过得有意义和完满 你们可以有机会继续生存 医学上最胜利的 是去预防严重的新冠感染 入住医院及死亡 有些接种疫苗后的反应是暂断的 肌肉疼痛 发冷和发烧 疫苗完全没有新冠病毒的毒素 不知原因这病毒怎样引起 病人疫苗注射后 观察结果显示 很少人有严重的反应 如果各位有机会 请尽快去接种疫苗 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之后要保持警惕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请洗手 继续维持最好的操作和警戒 没有什么事情 必须接种疫苗更重要 疫苗很安全 我强烈建议每一个人 都应该去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去对抗新冠病毒 你的生命全靠它